他因为过度思念去世的爱人 竟然通过克隆技术 用自己的子宫将丈夫重新生下来 小时候先把他当孩子养 长大了再把他当成老公用 这段孽缘开始于一个普通的暑假 9岁的瑞贝卡一家搬到了一个美丽的海边小镇 在这里他结识了同龄男孩托马斯 两个孩子一拍即合 整天都黏在一起 就连睡觉也都躺在一张床上 12年的时间过去 也没有让他们的感情变淡 反而越来越深 某天两人准备自驾去旅行 他们在车上还畅想着接下来的游玩 途中瑞贝卡忽然想上厕所 托马斯便靠边停车让他去草丛解决 瑞贝卡还没找到合适的位置 突然就听见身后传来撞击的巨响 他豁然回头 然后便整个人僵在原地 原来是托马斯想下车抽根烟 不料遭遇了车祸当场去世 瑞贝卡始终接受不了托马斯去世的事实 他整天郁郁寡欢 反复翻看着托马斯的照片 某天 瑞巴卡看到了医院的宣传 得知现在有一项发达的克隆技术 只要提取死者的基因 复制形成胚胎后经过十月怀胎 就能让死者重新诞生 生理性状与他的前世一模一样 但新的生命体没有前世的记忆 相当于山荡重开 瑞贝卡无法忍受尸骨的思念 他想克隆托马斯 让他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 但这样就得挖开托马斯的坟提取基因 还需要直系亲属签署同意书 瑞贝卡赶紧联系了托马斯的父母 告诉了他们这个技术以及自己的想法 并且表示托马斯母亲年纪大了生不了 那就他自己来生 这个荒唐的计划遭到了托马斯母亲的强烈反对 虽然他也十分思念儿子 但他觉得生死都是自然的规律 不仅要接受生的喜悦 也要学会承受死的悲伤 不能仅仅因为活着的人舍不得 就挖坟绝木复活死者 而且人类又不是养殖动物 身体可以克隆感情却不可以 母亲拒绝了瑞贝卡的请求 还劝他早日放下执念 瑞贝卡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破灭了 他再度消沉下去 就在他渐渐绝望的时候 托马斯的父亲却找到了他 还拿出了签好自克隆项目的家属同意书 他和瑞贝卡一样 对托马斯的突然离去无法释怀 瑞贝卡体贴地问 他与未来的托马斯是不是应该搬走 免得托马斯母亲无法接受 父亲却说要搬走的是夫妇俩 因为托马斯最喜欢大海 如果他真的能够重新诞生 一定会再次爱上这里的 在瑞贝卡离开前 父亲再次劝告瑞贝卡三四而后行 毕竟谁都无法预料这个 惊世骇俗的决定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瑞贝卡给出的答复 是当天就马不停蹄去了医院 托马斯的胚胎形成后 瑞贝卡接受了手术 将自己的丈夫放进了子宫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瑞贝卡的肚子也逐渐大了起来 女人因为无法接受爱人的死去 竟然克隆了她的基因 然后自己十月怀胎把爱人重新生出来 瑞贝卡看着自己越来越大的肚子 只觉得无比的满足和期待 她站在爱人的坟前 终于能够露出笑容 心想老公我马上就能把你生出来了开心吗 不久后就到了生产的日子 瑞贝卡被推进了手术室 她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 并且依旧给她起名托马斯 瑞贝卡就如同所有普通的母亲一样 带着孩子去散步 为她喝母乳 和她一起住在托马斯曾经的房间里 镇上的人也都以为 瑞贝卡只是一个坚强的单亲妈妈 托马斯一天天长大 与瑞贝卡记忆中的长相一模一样 她与托马斯维持着母子关系 并告诉她 父亲在她出生前就因车祸去世了 这么说倒也是没错 在托马斯眼里 母亲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女人 她的眼神永远那么温柔又哀伤 而在瑞贝卡对这个自己诞下的孩子 心中的感情就更为复杂 这天 母子俩在路边遇见了一个女孩 瑞贝卡觉得她很可爱 想邀请她到家里来做客 不料尽遭到了冷漠的拒绝 更让瑞贝卡意外的是 第二天镇上的几个家长就找到了她 让她不要那个女孩来往 因为她是复制人 小镇的居民都不接受这项克隆技术 甚至称之为人工乱伦 那个女孩的妈妈其实是她的女儿 瑞贝卡担心托马斯也遭到歧视 连忙表示自己和居民站在同一战线 可是没过多久 瑞贝卡的医院档案泄露 托马斯的真实来历被公知于众 瑞贝卡得到消息后 趁托马斯还没有得知真相 立刻收拾东西带她搬家 住在她与曾经的托马斯居住的小屋里 这里远离人烟十分安宁 托马斯很喜欢这个地方 就如同曾经的太一样 这对特殊的母子俩 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托马斯逐渐长大 瑞贝卡与她的相处却依旧非常亲密 而且随着男孩的成长 她与瑞贝卡记忆中的模样越来越相似 这让瑞贝卡觉得 自己的爱人就要真正回来了 一晃眼托马斯便长成了精神小伙 这天瑞贝卡如往常一样给她端去早饭 却发现被窝里伸出一只女孩的脚 她这才知道 托马斯已经偷偷交了女朋友 托马斯当然看不懂母亲脸上复杂的表情 只是自然地介绍女友 随后女孩还依偎在了她的怀里 瑞贝卡看着那张记忆中的脸 感觉自己的头上有若隐若现的绿光 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离开 瑞贝卡还没能平复下心痛 托马斯又找到她 说我们昨晚太兴奋了没有把你吵醒吧 还说女友从今以后就住在这里了 瑞贝卡只能强颜欢笑 说那是个好女孩 自己很欢迎她 瑞贝卡远远看着嬉戏的两人 托马斯的外貌 性格 爱好 都和她记忆中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她不再爱她了 并且永远不会再爱她 儿子和准儿媳亲手给她下厨 瑞贝卡只能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为了不看见小情侣们的甜蜜日常 瑞贝卡整日闭门不出 但心中的嫉妒和心痛日夜折磨着她 终于在这一天 她的理智绝低了 女人居然钻进了儿子的被窝里 因为在她的眼里 这不仅是她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儿子 更是她曾经的爱人 托马斯以为来的人是女友 自然而然的就要搂搂抱抱 猛地发现躺着的是老妈 她急忙起身穿起裤子 瑞贝卡还没起身 女友却走了进来 这要是被看见可不好解释了 瑞贝卡只能一动不动地躲在被子里 透过缝隙看小情侣贴贴 还好托马斯说自己要去冲早 不然瑞贝卡就要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了 托马斯和女友感情越好 瑞贝卡就越痛苦 甚至在半夜还会被托马斯房间的声音吵醒 可早在她选择将丈夫重新生下来的时候 就注定会有这一天的到来 托马斯和女友也察觉了她的异常 却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 直到这一天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来到这里 她正是托马斯的母亲 看着眼前熟悉的年轻人 她白敢交易一时之间静无语凝夜 毕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亲生母亲 托马斯也觉得对方有莫名的熟悉和亲近感 瑞贝卡用眼神哀求老人不要说出真相 她沉默良久 最后选择了默默离开 但托马斯已经敏锐察觉到不对劲 直觉老夫人的到访和自己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无论她怎么问 瑞贝卡都逼而不达 这件事折磨着托马斯 让她渐渐变得神经志气 总是无缘无故地乱发脾气 简称无能狂怒 女友见她这副有大病的样子 直呼要不起 收拾东西跑路了 瑞贝卡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终于将真相坦白 从最初的相识开始说起 将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了她 托马斯看着照片和视频中那个曾经的自己 很快就崩溃了 她的世界观崩塌了 瑞贝卡想要让她一个人冷静一下 却被她愤怒地掐住脖子 然后摔在床上 托马斯痛苦地问她 自己到底是谁 她又到底是谁 瑞贝卡只要托马斯活着 但托马斯掐住她的脖子摁在床上 一次又一次地问她 自己到底是谁 她再也无法把瑞贝卡当作母亲 过去的故事化作了汹涌的情感 瑞贝卡终于重新感受到了爱人的体温 幸福的泪水沾湿了枕巾 但第二天一早 托马斯最终还是无法接受着强烈到扭曲的爱 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瑞贝卡 她决定离开 抛却过往开始新的人生 留下一句感谢后就走出了小屋 瑞贝卡自始至终没有说话 她带着无奈的苦笑默默催泪 时隔二十多年 她还是要再次吞咽着爱人离去的痛苦 你以为故事就结束了吗 几个月后 瑞贝卡独自一人坐在小屋外喝咖啡 只是肚子又大了起来 不知道这一次她怀的 到底是丈夫还是儿子呢 老夫人把手指裹上蛋液和面包糠 身进热油里炸至金黄 一边的妹妹都缠得左手指 姐姐却淡定地缠上纱布 她希望烫伤能让皮肤再生 重新拥有少女般细腻的肌肤 一周后姐姐期待地解开纱布 结果只是苍老的皮肤上多了伤疤 八十岁老太顿时哭成了八岁小孩 嫁入豪门的梦就此破灭了 原来一周前国王偶然听见她的歌声 虽然她已经七老八十 却有一把少女一样的好嗓子 国王觉得如此美妙的歌声 一定来自某个美女 他追着声音到了城楼 只看见一个穿着破旧的女人身影 听见她的呼喊声后 还连忙躲进了屋 国王表示丫头我已经看穿你了 不就是欲擒故纵的把戏吗 你大白天唱歌不就是为了吸引我注意吗 国王平生最爱美人 每天都泡在自己的酒池肉林里 最近他正好觉得身边的女人都看你了 如今发现了这颗沧海遗珠 他当即就决定把它内入自己的后宫 国王在一堆珠宝里精挑细选 从里面选出了最精美的一条 然后吩咐使者送去女孩家 但屋子里哪有什么美人 只有两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 他俩知道国王是误会了 于是只打开窗户 用绳子把一个篮子送出去 使者觉得奇怪 但也没让强行让姑娘叩谢黄恩 老姐妹俩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 看着里面的项链眼睛都直了 两个人都真的要戴 强势的姐姐打发妹妹去拿镜子 把项链放在脖子上欣赏 妹妹有些怯懦地问真的可以收下吗 毕竟国王只是搞错了 怎么可能喜欢八十岁的老太太呢 姐姐却理所应当 如此精美的项链怎么可能不要 不仅如此 国王的青睐她也不会放过 就在当晚临睡前 姐妹俩听见了框框的砸门声 原来是国王亲自找上了门 她紧贴着房门 一句句的倾诉忠常 请求里面的小美人出来相会 姐妹俩一时没了主意 妹妹率先开口 她想告诉国王她误会了 但是被反应过来的姐姐一把捂住嘴 国王听见动静 以为小美人在逗她玩 她更着急了恨不得直接破门而入 拍门的力气越来越大 姐姐舍不得就这样放弃 但她们也不能露面 只能先想办法拖延时间 姐姐集中生智 用上女般娇媚的声音开口 她说自己受宠若惊 而且也一直深爱着国王 国王迫不及待地问是哪一部分 姐姐稍作思考 国王一听就猛了 哪有等一个星期看根手指呢 但是她又转念一想 小姑娘这是在和她玩情去呢 一个星期而已她等得起 国王答应了 又说了两句肉麻的情话 才转身离开 姐姐听得老鹿乱撞 但妹妹却问她到时候怎么办 即使只露出一根手指 他们苍老的皮肤也无从掩饰 被逼无奈之下 姐姐选择用热油再生皮肤 毫不意外地失败了 但是七天时间已经过去 国王又在门口叫门了 催促每人给她看手指 姐妹俩六神无主 突然之间 姐姐注意到妹妹一直作着的手指 竟然变得光滑又细腻 好家伙口水竟然有着奇效 她拽着妹妹就往门口走 把那根手指塞进门洞 国王对着一根手指又轻又铁 露出无比沉醉的表情 说上面带着无与伦比的芬芳 而门后被亲吻的老太婆 也不尽心神摇曳 发出少女般的叫声 但国王并不满足于此 她还想要更多 姐妹俩一听这还了得 她俩家一块就那一根手指能看 妹妹吓得马上就要缩回手 国王拽着那截指头就不松开了 然后搬出国王的身份 打算软得步行来硬的 慌乱之中姐姐又想到了办法 她再次用少女般的嗓音开口 说自己可以进宫 也愿意和国王同床共枕 但有一个要求 他们只能在夜晚见面 而且城堡里一根蜡烛都不能点 一丝光亮都不能有 色星已经让国王急不可耐 也不细想其中的可疑之处 一口就答应了 姐姐大喜国王 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嫁入皇宫 第二天 姐姐让妹妹把胶水涂在她身上 把松弛皱疤的皮肤绷紧 企图这样伪装出光滑的少女肌肤 晚上她裹得严严实实地出了门 走路的姿势却有些不自然 毕竟全身都绷紧了 她来到皇宫 国王也像承诺的那样 熄烈的宫殿里的所有蜡烛 姐姐来到国王的请殿 脱下身上披着的毯子上了床 国王也迫不及待地躺了上去 两人就这样度过了美妙的一夜 国王完全没有发现异常 家里的妹妹心神不宁 她根本不相信这样能骗过国王 事实也的确如此 国王比姐姐先醒过来 她实在太好奇了 国王举着油灯靠近床上的美人 想看看和自己共度凉宵的人长啥样 谁成想是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 国王勃然大怒 说姐姐一定是用巫术蛊惑了她 直接叫来了侍卫 老太婆不停哭叫着 明明是国王非要她来的 但这无济于事 侍卫们把她连人带被子丢了出去 国王回想起昨晚 险些恶心地吐出来 但是姐姐运气好极了 被子正好被树枝挂住 摔是没摔到 但她也动弹不了了 此时一个穿着黑袍的女巫路过 这荒郊野岭的 居然有个光不溜秋的老太太 女巫笑得不行 她敲了下树干 老太婆还是摔到了地上 这下是真的晕过去了 女巫看着哼哼唧唧的老太婆 觉得这是有趣极了 她要再添一把火 女巫解开衣服小鹿相间 像抱着婴儿一样轻轻摇晃 给她喂了两口自己的乳汁 奇迹发生了 鸡皮鹤发的老太婆返老还童 还顺便整了个戎 变成了一个美艳绝伦的少女 昏迷得她对此一无所知 不久后国王来到这片树林打猎 她举起猎枪要打野猪 下一秒动作却停住了 眼睛都看直了 森林里竟然有这样的美人 国王当即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不仅把她带回了皇宫 还直接迎娶她当了皇后 老太婆的妹妹还在家里等着姐姐 却收到了国王婚礼的邀请函 还附带一套精美的华服 尺寸完美贴合她的身体 她有些茫然地穿着礼服来到皇宫 苍老丑陋的她在一众宾客里 显得格格不入 妹妹看见了美丽的皇后 他们俩似乎互不相识 可是等妹妹独自坐在宴会角落的时候 皇后却找了过来 张口就叫出了她的名字 兴奋地说自己很想她 妹妹这才知道皇后竟然是自己的姐姐 看着眼前年轻貌美的女人 妹妹情不自禁地抚摸着姐姐的脸 满眼都是羡慕 姐姐没有打算抛弃她 承诺以后一定让她过上好日子 但她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妹妹答应了 如今她的身份不同了 妹妹也不再举措 兴奋地跟在姐姐后面 欣赏着皇宫的浮华 知名歌唱家的表演 眼花缭乱的杂技 精致可口的餐点 这些都是妹妹从未见过的 她忍不住和仆人炫耀 自己是皇后的亲妹妹 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诺言 连艳会散去也不愿意离开 像个孩子一样耍赖 不停地说着她要和皇后姐姐待在一起 仆人当然不相信 但还是叫来了皇后 姐姐再一次耳提面命要求她离开 她终于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可是等姐姐梳妆打扮等国王到来的时候 妹妹又来了 她嘴上说自己觉得寂寞 想和姐姐一起睡 实际上是想和姐姐一样变年轻 然后永远留在这座繁华的宫殿 她再一次询问 姐姐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但姐姐当时摔得七昏八素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是妹妹根本不相信 她不依不饶 一定要一个答案 姐姐也不耐烦了 国王已经来了 姐姐只能匆匆把妹妹藏起来 但她怎么可能老实戴着 看着姐姐和国王锻炼身体 她满脸都是羡慕的表情 甚至情不自禁走了过去 这可把国王吓得不轻 心想自己这卧室怎么老有老太太 连忙叫卫兵把妹妹带出去 姐姐一边安慰惊慌失措的国王 一边解释这只是自己的邻居 还要抽空替妹妹求情 也是够忙的 被赶出皇宫的妹妹想了一宿 她相信了姐姐的气话 于是找到理发师 问她能不能帮自己换皮 理发师好心告诉她这会死人的 妹妹却说包了皮她就能变年轻 而且她姐姐是皇后 她要多少钱做报酬都行 理发师一听这话语气更温柔了 让她回去找皇后姐姐 以后看好她不要让她一个人出门了 被当成了老年痴呆 妹妹也不放弃 她又找上了一个屠夫 这次她自己拿出了身上的珠宝 有钱能使鬼推磨 屠夫同意了 把她带去了野外 看着正在磨刀的屠夫 被绑在树上的妹妹露出期待的神情 但包皮的疼痛还是让她难以忍受 痛苦的叫声响彻了山谷 包皮结束后 妹妹浑身是血地走在大街上 看到她的人没一个不跑的 无皮老妇缓慢地走向城堡 但她注定走不到了 与此同时 女巫的魔法也开始失效 姐姐的皮肤开始老化 皱纹迅速爬上了皮肤 她慌乱地遮掩着 只能仓皇离开 一路跑出了皇宫 这是女巫和她太的玩笑 也是命运的玩笑 两姐妹本可以平静地度过余生 却为了国王的青睐和荣华 不择手段地重获青春 最终落得令人唏嘘的结局 女孩紧一个弯腰喝水的姿势 就让单身50多年的老灯神魂颠倒 她情不自禁走到女孩身后 借着掉水温的油头 紧紧贴在女孩身上 不停帮她洗手 见她懵懵懂懂 老灯又搂着她来到灶火边 女孩第一次看见火 好奇地伸手去摸 烫得她马上缩回了手 老灯剑缝插针地抓住女孩的手占便宜 见女孩依旧没有反抗 老灯的邪念顿起 强行把她摁在架子上 三秒钟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女孩根本不明白刚才的是意味着什么 也不知道她将沦为三个男人的玩物 她为何如此不安事实 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故事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通缉犯乔治来到这片山区 用钱收买了牧人父子俩 想在这里避避风头 晚上三人一起把酒言欢 几杯马尿下肚就有点神志不清 他们保暖寺内啥 但这荒郊野岭只有这三个操汉 老灯父子俩都老就没见过女人了 于是老灯说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 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住着一群男人 空虚寂寞地他们想找女人消遣 于是用破步稻草做了个稻草人 然后施展魔法让玩偶变成少女 和真人一模一样 他们就用这个玩偶排遣寂寞 虽然并不相信 但三个人闲得慌 真的动手扎了一个稻草人 给他穿上女人的衣服 还给他画上五官 装模作样地念出咒语 喝得迷迷邓邓的三人抱着稻草人跳舞 恍惚间似乎怀里真有一个美人 第二天一早 老灯被惊慌的儿子叫醒 原来杂物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少女 还穿着昨晚稻草人的衣服 少女警惕而懵懂地看着他们 也不会说话 但是他会吃东西 说明他的身体构造真的和人类一样 这时的老灯还没有色欲熏心 他怀疑魔法真的生效了 但这个看似柔弱的少女十分危险 因为在那个传说故事的最后 玩偶做成的女人奋起反抗 扒下了所有男人的皮 做成稻草人滚下了山 好家伙 包皮是草原来不是大明朝的专利 乔治不信怪力乱神这一套 更不相信自己会被女孩扒皮 但他是个通缉犯 担心女孩引来警察的调查 想把他送走 可老灯的色心说来就来 在那个早晨后他失髓之位 扒不扒皮的他已经不在乎了 怎么可能同意送走女孩 于是乔治决定偷偷送他走 趁老灯不在家他把人带出农场 只给他一条下山的路 但女孩不愿意离开 因为他没有正常人的意识 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老灯伤害 而且离开这里他又能去哪了 于是女孩转身想跑回去 却被追上来的乔治一把扑倒 男人一把拽住逃跑的少女 顺势将他死死摁在地上 紧紧捂住他的嘴部让他护救 看着脆弱的绝美少女 男人起了不轨之心 三秒过后 乔治心满意足 而且他改了主意 不仅不想把女孩送走 还想将他占为己有 乔治把女孩带回农场 此时只有老灯的儿子在站岗 于是乔治先把女孩藏了起来 随后突然出手抢走猎枪 把老灯儿子逼走 老灯得知消息后 马不停蹄赶回来 乔治毫不犹豫把枪口对准了他 还见嗖嗖地分享树林里的体验 表示自己不会再送女孩走了 老灯一听你的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 那我们就是好兄弟了 两人迅速握手言和 同意一起分享女孩 晚上 老灯和乔治坐在篝火边 就伤害女孩的细节进行心得交流会 又看见纯情的儿子正拉着少女跳舞 看来竞争对手又多了一个 他们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不仅要拉儿子下水 还要让他出个丑 于是老灯走上前 试图教儿子一点少儿不移的经验 不顾女孩的抗拒动手动脚 一番折腾后 没开过婚的儿子果然出了洋相 捂着当跑回了屋子 老灯搂着呆愣的女孩放声大笑 这还只是开胃小菜 老灯和乔治不停给女孩灌酒 几瓶酒下肚 醉醺醺的女孩已经是无力反抗 被他们强行抱进了屋 老灯和乔治恬不知耻的要三人行 女孩奋力挣扎 咬伤了乔治的手 但这无济于事 反而激怒了乔治 他一把抓住女孩的头发 更加粗暴地对他施暴 这注定是漫长的一个夜晚 或许女孩不懂得伦理道德 但他已经知道了两个男人在伤害他 饱受摧残的他终于拿起了武器 但是却走向了屋外 等男人们醒来 发现羊圈里的所有羊都被扒了皮 老灯气得险些心肌梗塞 这不是断了他的生计吗 他扬言要把女孩抓出来千刀万挂 说着就冲了出去 而乔治先一步找到女孩 原来他就藏身在羊圈 羊又不是他的 他根本不心疼 看着楚楚可怜的女孩 他心生不忍 也看到了机会 乔治把女孩藏在仓库 打算找机会带他离开 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好不容易等到老灯离开 乔治被女孩咬伤的伤口却感染了 直到老灯回来 他还是高烧不退 老灯拆遣儿子去仓库拿酒来消毒 结果儿子一进门 便被藏在里面的女孩一酒瓶砸阴 老牧人见儿子迟迟未归 心道不妙 拿着猎枪就走到了仓库 一开门就看救女孩蹲在地上 什么不儿子的他根本顾不上 直接把女孩锁在里面 然后把酒瓶砸向木屋 用火柴引燃了房子 他要把女孩活活烧死 干柴烈火加酒精 火蛇迅速吞噬了木屋 好在仓库上方留有天窗 机灵的女孩对已脱身 老灯发现后立马将枪口对准他 却突然听见了窗户拍打声 这才看见儿子被困在里面 老灯连忙把浑身着火的儿子救出来 脱下外套想扑灭他身上的火焰 但已经来不及了 儿子顺利领了盒饭 倒是不用担心没家产留给儿子了 老灯对女孩的恨意愈加强烈 发誓要让他付出代价 女孩在男人堆里醒来 左右为难的他身无寸履 可想而知昨晚他遭受了什么 愤恨驱使着他拿起尖刀 但他并不想杀人 于是走进了男人的羊圈 杀掉了所有的羊面面 等老灯醒来就发现自己破产了 他想要活活烧死女孩 却又误杀了亲儿子 怒火攻心的老灯再次发现了女孩 灵起板凳一下将他击倒 然后紧紧绑住他的手 把他吊在房梁上 要将他千刀万剐 眼看老灯的尖刀要扎进女孩的眼睛 重伤的乔治拿枪胆道 战斗站不稳了 还嘟囔着女孩是他的 用枪指着老灯逼他放人 老灯心想你小子得的是破伤风 怎么脑子跟漏风了似的 女孩都已经脱离他们的掌控了 他要杀了女孩以绝后患 但战友玉已经侵占了乔治的全部心神 老灯的话他是一字不听 一枪就打中了老灯的肩膀 没办法老灯只能放人 两个男人还搁那扯皮呢 根本没想到女孩抓住机会 捡起地上的尖刀 用尽全力把老灯扎了个对穿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乔治看傻了 但是转念一想 女孩杀了两个人 只咬了他一口 乔治说他心里有我他超爱 所以他没有对女孩开枪 接着女孩让老灯和儿子的尸体排排座 然后扒下了他们的皮 用稻草填满后缝合起来 最后把两个稻草人滚下山 与那个传说一模一样 乔治的伤势越来越严重 毕竟他放了自己一马 女孩打算象征性地抢救一下 于是来到山下的小镇 想找点要救人 却偶遇了一个警察 对方一见女孩就愣住了 这张脸和十多年前 失踪的一个女人太像了 原来女孩并不是稻草人变的 她是活生生的人 十几年前 神父囚禁了一个女人 并强行发生了关系 强迫女人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就是女孩的身世 神父的罪孽并没有就此终止 在一次争执中 他将女人推落山崖 女人的失踪就此成为悬案 神父还污蔑女人与恶魔交易 连警察也听信了这个德高望重的神父 为避免事情暴露 神父把孩子囚禁在教堂的地下室 从不让他踏出一步 甚至每天让人去恐吓他 十八年暗无天日的日子过去 女孩终于找到出逃的机会 却失手将看管她的人杀死 这还没完 因为常年的恐吓 女孩对十字架十分恐惧 受惊之下冲撞了一个孕妇 导致她流产了 神父便借泼下驴 说女孩是恶魔转世 要抓住她绑在十字架上烧死 女孩为了活命才躲进了山林 三个男人却以为是魔法生效了 如今回到小镇 没多久就被警察和神父发现 神父将女孩关了起来 想要杀死这个魔鬼转世 好在被警察屡次阻止 并且找机会救出了女孩 她回到了山上 但乔治的杀青盒饭都吃完好几天了 那感情好 女孩又干起了手艺活 把乔治做成了稻草人 另一边 警察潜入教堂一番调查 这才发现了神父令人作呕的行径 确定了女孩是受害者 她连忙赶去山上想将她保护起来 结果看见了女孩和三个玩偶 警察猛了 说好的受害者呢 女孩见事情败露一路奔头 却不慎摔下了悬崖 警察连忙跑下去查看 人肯定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但根据当地的传说 如果女孩真的是恶魔转世 那么不会留下尸体 警察想要验证神父的话是真是假 终于 她看见了女孩的尸体 这证明了神父满嘴谎言 而身为警察的她却被蒙骗了多年 两个女人她都没能救下来 愧疚和自责涌现警察的脑海 她最终选择举枪自尽 偿还自己失职的罪孽 这个肥瘦的生物竟然是只跳蚤 而且还是国王的小宝贝 每天都为给她山珍海味 看着大可爱大块朵頤 国王怜惜地抚摸着她 那手法跟撸猫没两样 故事还要从几天前的音乐会说起 国王本来在欣赏公主的表演 忽然看见左手上有一只跳蚤 她伸手去拍 跳蚤却灵活地跳开 国王不死心 像个小孩子似的逮起了跳蚤 折腾了几下 跳蚤又回到了国王的左手手背 她似有所感 张开了自己的右手 跳蚤竟然真的跳了过去 等国王张开左手 她又跳了回去 一人一重就这么玩了起来 等公主唱完了 全场响起掌声 国王却只盯着宝贝跳蚤 好不容易反应过来 也只是敷衍的鼓两下掌 公主看着一向宠爱自己的父亲离场 失落中又带着不解 而国王回到寝宫扎破手指 不惜用自己的血位跳蚤 他还给跳蚤准备了一个精致的房子 每天用放大镜观察跳蚤的举动 国王最心于自己的消除 连国事政务都抛在了脑后 这昏君是有点资本家气质在身上的 国王亲手给跳蚤坐了个小车 让他拉着跑 跳蚤已经长到了黄豆大小 而且只要他轻轻敲击桌面 跳蚤就会掉头 国王玩得不亦乐乎 但是他的另一个小心丹也来给他找事做了 公主已经到了试婚的年纪 国王却一直舍不得他出嫁 公主的一颗少女芳心却忍不住躁动 终于忍不住在一次吃饭时主动开口 让国王给他找个丈夫 从公主的表情我们不难看出 最后一项才是最重要的 但国王听完只是敷衍两句 就让女儿赶紧吃饭 公主却说这肉没弄熟没法下口 国王一听这感情好 他直接端走了公主的菜 把血乎刺拉的牛排喂给宝贝跳蚤 随着他叫猫换狗一样的招呼声 已经长到小狗大小的跳蚤走了出来 但跳蚤的寿命终究不长 某天御医睡得正香 却被急促地叫门声惊醒 因为国王急着召见他 神神秘密地把他拽进寝宫 玉医一转头看见病人 他惊呆了 原来跳蚤的体型已经媲美一头猪 他正在艰难地喘息着 国王急忙招呼他过去检查 玉医想说婉拒了哈 但又不能拒绝国王的命令 他硬着头皮拿出气血 跳蚤一直发出让人头皮发麻的叫声 不等玉医得出结果 他就一命呜呼 小心干死了 国王悲痛欲绝地抱着尸体 哭着抚摸虫子的皮肤 但一个点子忽然闪现在他的脑海 国王叫助医 让他保守这个秘密 因为国王打算物尽其用 第二天他叫来自己的独女 给他准备了一大堆新衣服 公主喜不自胜 但也好奇这是为什么 原来国王终于打算让他出嫁 这些都是他嫁妆的一部分 公主兴奋地抓住国王的手 问自己的丈夫是谁 国王却说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要举办一场挑战 通过考验的人才能迎娶公主 这下公主慌了 要是没人通过他该怎么办 这就是国王的真实计划 他要包下跳蚤的皮 让挑战者猜着来自什么动物 谁又能想到这巨大的皮是跳蚤的吗 这样他就能阻止公主出嫁了 男人对着一张巨大的皮仔细端详 伸出手轻轻抚摸着 还真让他找到一根毛发 他低头思索几秒有了答案 自信地告诉国王 于是他迎娶公主的愿望就此落空 原来国王许诺 只要有人认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皮 就能迎娶国王的独女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紧接着另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他一脸不太聪明的样子 公主忍不住露出嫌弃的表情 他看上去专业的多 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查看 不多时就自信地给出答案 国王笑得很得意 公主也松了一口气 但是接下来他这口气就提不起来了 因为来挑战的男人一个接一个 却没有一个人能答对 就在公主觉得要嫁不出去了的时候 一个野人闯了进来 他身材魁梧长相丑陋 身上也是又脏又臭 公主的嫌弃易于言表 国王为了彰显自己的公平公正 也自信对方猜不出来 于是同意让他参加挑战 但他想不到 野人一辈子都生活在森林 每天与动物打交道 嗅觉灵敏到变态 他闻了几下就得出答案 这张巨大的皮 是一只跳蚤的 国王的脸僵住了 当场表演了一个笑容渐渐消失 因为这就是正确答案 公主大惊失色 提着裙子就跑了出去 他边哭边爬上城楼 与其嫁给那样一个男人 他宁愿去死 国王连忙追上去 公主死不死倒是次要的 但人死了国王就得食言 他不想让自己颜面扫地 开始疯狂给公主花大饼 但公主根本不信他的鬼话 软得不信国王就来硬门 他大声呵斥公主 让理解自己作为国王的责任 公主直接给他一顿顿 国王一下破防了 恼羞成怒的他下了最后通牒 最终公主还是妥协了 他穿着最喜欢的裙子走向野人 他忍不住躲闪 野人直接粗辱地拽住了他的胳膊 他带着公主翻山越岭 娇生惯养的公主根本跟不上他的脚步 直到公主摔倒 野人才意识到妻子如此脆弱 他想把人拽起来都不行 于是他蹲下拍拍肩膀 示意公主爬上去 野人背着公主在峭壁上攀爬 公主险些掉下去 好在被及时拽住 来到野人居住的山洞 公主傻眼了 里面除了遍地的骨头啥都没有 野人扒拉出一块空地 那就是公主的座位了 公主吓得六神无主 只敢缩在山洞的角落 但躲得了初一躲不掉失误 公主神情呆滞地缩在洞外 野人一把拽起他 不顾公主的反抗把他拉进山洞 然后摁在了床上 就这样圆了房 尊贵的公主被迫嫁给了野人 他跟着野人住进了山洞 短短几天过去 公主就被折磨得光彩全无 精美的华服破败不堪 靓丽的秀发也如同枯草 突然他听见外面有动静 连忙爬出山洞 果然看见一个女人坐在对面的山崖 公主高声呼救 此时野人外出打猎 这是他唯一的逃跑机会了 女人也听说过这个可怜的公主 他本不想惹麻烦 但经不住公主的苦苦哀求 还是答应明天带着儿子来救他 公主彻夜难眠 他从未觉得一个夜晚如此漫长 第二天 一个年轻男人真的来了 他把公主扛在肩上 接着就要踏上一根绳索 他竟然是用这根绳子过来的 一个赶就一个赶走 男人小心翼翼的踩在绳子上 对岸的四人也紧张地等待着 而此时野人已经发现了公主的消失 他走出山洞 跟着嗅觉找到了他们 愤怒地叫着公主的名字 接着就爬上了绳索 男人加快脚步带着公主先一步抵达 兄弟连忙拿出匕首割断绳子 野人依然穷追不舍 就在野人抵达前的最后一刻 绳子断了 野人不甘地叫着落入了深渊 公主喜极而泣 众人紧紧抱在一起庆祝 他们坐上车准备送公主回王宫 就在嬉闹之时 野人竟然闯了进来 他不仅没死 甚至没受什么伤 他对着一家人大开杀戒 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死于非命 女人和小儿子带着公主一路奔逃 躲在了一块石头后面 小儿子喝了一口酒 在野人靠近的时候一口喷向火板 火神猛地舔尸上野人的脸 接着他浑身兜着了火 但这依然没能逼退他 一下就掐住小儿子的脖子摁在地上 女人顾不上自己的安危 扑上去想要救下谨慎的儿子 结果双双死在野人手中 公主尖叫一声继续逃跑 野人也穷追不舍 还高喊着公主的名字 没多久公主就无路可逃 野人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然后狠狠把他摔在地上 但他似乎真的对公主产生了胆情 没有了下一步动作 公主也看了出来 他紧张地爬起来 试探地俯上野人的胸口 见他没有抗拒 又小心翼翼地靠在他的怀里 野人低头凑近公主的头发 十分珍惜妻子的第一次主动 接着他做了一个手势 又弯下腰 如同接走公主的那一天 失意自己背他走 公主靠上他的背 野人轻柔地抚摸着公主的手臂 下一秒 一把弯刀猛地划破野人的脖子 他痛苦地喘息着 想回头看公主一眼却做不到 不多时就倒在地上再无声息 浑身是血的公主回到了皇宫 他打开怀里的包袱 里面是野人的头颅 国王又是惭愧又是震撼 他双眼含泪地跪下了 不断祈求着公主的原谅 看着眼前泣不成声的国王 公主终于忍住不住眼泪 眼面哭了起来 故事的最后 国王主动退位 公主继承王位成为了女王 他凭借勇气和智慧 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个女人对着镜子狂笑不止 想要练出最讨人喜欢的效果 为的就是其他人 能给他打出一个高分 在他生活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有一个社会评价分数 也能给其他所有人打分 满分是五分 分数直接与社会地位挂钩 分数高的人会得到尊重和优待 分数低的人就只能遭到歧视 降到零分还会直接被打包送进监狱 而且每个人的眼睛都被植入芯片 能够时时看见别人的分数 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 爱丽丝每天都活得很累 花半个月工资买一顿高级下午茶 不够一口的小饼干只舍得吃半口 然后特意拍一张岁月静好的图片 配上矫情做作的文案发微博 只为了让别人觉得 他很高端大气上档次 对待服务员和路人也不能掉以轻心 时刻要保持路巴科牙的完美笑容 每天还要时刻关注身边的人 如果遇见高分贵族 就要立刻搜索对方近期的动态 然后绞尽脑汁地拍马屁 因为得到高分人的好评 自己的分数也会涨得更快 好不容易结束寒暄并喜提一个好评 爱丽丝刚坐在宫卫上 一个男同事就殷勤地送来饮料 爱丽丝没有多想就接了过来 还礼貌性地给打了个五星好评 但没想到男同事一连 你是我亲妈的感动表情 爱丽丝这才注意到 她的分数只有3.1 其他同事纷纷投来不赞同的目光 原来男同事是个海王 还抛弃了怀孕的女友 事情曝光后 她的社会评价急速下降 因为爱丽丝给这种人打好评 她的分数也被连带着掉了下去 虽说现在的4.2分也还凑合 但爱丽丝前不久看上了一套房 只一眼 她就决定为这套别墅的房贷奋斗终身 但是问题是她连首付也拿不出来 销售员看出她囊中羞涩 便告诉她只要评分达到4.5分 就能享受八折优惠 爱丽丝寻思着那也行吧 分数努努力还能涨 涨工资可不是努力就行的 为此她请了一个涨分顾问 对方一番分析 告诉爱丽丝 不管她为人处事多滴水不漏 要涨分也很困难 因为她的社交圈子太低级 周围人的分数都不高 涨分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要想尽快涨分 她就得得到更多高分贵族的好评 于是爱丽丝开始了区别对待 只给高分的人好评 对高分陌生人也是一脸殷勤 对待低分人则如同洪水猛兽 根本不屑于给一个眼神 但这样的方法效率还是太低 而且这样的可以讨好友识还会适得其反 对方觉得她别有用心又虚伪 反而会给差评 该怎样才能融入高分人的圈子呢 幸运的是机会很快就来了 这天爱丽丝意外发现 许久不联系的闺蜜的评分 竟然高达4.8 在爱丽丝眼中这就是妥妥的跳板 她特意翻出了闺蜜送自己的玩偶 拍照发了动态 还配上一条怀念亲亲好姐妹的文案 然后就紧张地期待闺蜜能看到 不出她所料 果然收到了闺蜜的五星好评 当晚还接到了闺蜜打来的视频电话 说自己要结婚了 而且新郎是爱丽丝的前男友 闺蜜邀请爱丽丝参加婚礼 并且代表好友致辞 爱丽丝一听欣喜若狂 因为闺蜜的社交圈都是高分贵族 如果能得到他们的好评 然后再打入他们内部 那4.5分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吗 爱丽丝立刻着手准备发言稿 甚至还配了幻灯片 那细眼的把自己都感动哭了 这让爱丽丝的弟弟看不下去了 她受不了爱丽丝这副虚伪的样子 明明当年闺蜜抢了她的男朋友 但爱丽丝表示你太天真了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姐弟俩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在未来世界 每个人都可以给别人打分 同样也要接受其他人的评价 分数高低直接影响社会地位 就连消费贷款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每个人都要谨言慎行 爱丽丝只是不小心撞到人 就收获一个差评 在公交车上太过兴奋大声笑得不停 司机大哥反手也给她一个差评 此时爱丽丝的分数已经降到了4.1 但她觉得只要成功参加高分闺蜜的婚礼 分数很快就能涨回来 但她到了机场却被告知 根据航空公司规定 分数低于4.2分的人不能上飞机 爱丽丝的分数只差不到0.2 便请求工作人员网开一面 毕竟她是真的赶时间 但规定就是规定 工作人员拒绝了她 爱丽丝一时冲动 竟然当众抱了粗口 这一下连后面排队的路人也看不下去 纷纷给她打差评 不仅如此 机场保安也发现情况赶了过来 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理由扣了她整整一分 虽然只要一天不再犯就能加回来 但爱丽丝哪有那个时间 这下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也没法用 为了及时赶到闺蜜的婚礼 爱丽丝只能选择租车自驾过去 但三点几的分数 租车都只能租最破的那种 没有办法 爱丽丝只能连夜驱车赶过去 只要连开9个小时就能勉强赶上 她一边开车一边还练习着婚礼致词 依旧幻想着在婚礼上感动众人 得到高分贵族们的一致好评 然后就能一步登天 就在这时闺蜜打电话来 问她怎么还没到 彩排已经开始了 爱丽丝不敢说出实话 只是打着哈哈说快到了快到了 但乌漏偏逢连夜语 这破车没开多久就没电了 幸运的是附近就有个充电桩 但不行的是这破车款式太老旧 充电孔和插头根本不匹配 爱丽丝向工作人员求助 对方却因为她过低的分数 表示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还因为她打扰自己摸鱼 给了她一个差评 爱丽丝又向其他车主求助 或者搭个顺风车 结果也是因为分数低屡屡碰壁 不仅如此 路人看见她低分就顺便踩上两脚 爱丽丝的分数越来越低 她觉得很委屈 只是分数低而已 就连正常生活和求助的权利都没有吗 终于一辆破旧的货车停下了 司机大姐愿意载她一程 但到了这个地步 爱丽丝看见对方一点几的分数后 甚至还在犹豫 但为了参加婚礼 她还是上了车 大姐看出来爱丽丝的尴尬和勉强 便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当年她也是4.6分的高分人 每天都为了维持分数讨好所有人 直到丈夫患上重病 需要进行器官移植 夫妻俩好不容易等来了工体 却在手术前一天晚上 被另一个分数更高的病人插队抢走了 最终丈夫也不幸去世 从那以后 大姐觉得这个分数简直就是笑话 鼓励每一个人虚伪的生活 竭尽全力得到他人的认可 实际上不仅精神极度压抑 还营造了另一重不平等的鸿沟 于是她再也不在意自己的分数 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虽然分数低又诸多不变 但至少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大姐想劝爱丽丝想开一点 爱丽丝却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只要参加婚礼拿到高分 她就能成为这套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何必要沦为社会的异类呢 为了蹭闺蜜的社交圈子 女人不惜通宵开车赶去参加闺蜜婚礼 结果半路却接到电话 闺蜜让她原路返回 原来当初闺蜜邀请她 不是因为什么姐妹情 而是觉得邀请她的分数低得刚刚好 如果夫妻俩邀请她参加婚礼并致辞 就能让别人觉得她们平等待人 搏一搏好感 谁料现在爱丽丝的分数已经到了2.6分 这就属于差得太过分了 要是让其他高分贵族知道 他们和这样的人往来 那连带着他们也会被拉低评分 但是爱丽丝哪能接受 她千辛万苦地就为了在婚礼上翻身 你说不让去我就不去吗 爱丽丝拦下一辆车 还是赶去了婚礼现场 但是闺蜜早就告诉保安别放她进去 行你不让我走后门 我就自己找后门 爱丽丝穿过树林想要从小路溜进去 结果一个跟头栽进了泥坑里 别说精心打扮的妆容了 就是物种都得仔细分辨才能看出是个人 但她已经走到这个地步 更加不可能就这样放弃 她继续往婚礼现场赶 而与此同时 婚礼现场上坐满了高分的宾客 闺蜜笑得跟朵花式地接受着众人的祝福 她的评分也跟着蹭蹭往上涨 突然 一身泥的爱丽丝闯了进来 还一把夺过话筒 就准备开始她的致辞环节 结果这一路的兵荒马乱加上紧张 原来准备的讲导望得一干二净 闺蜜为了体面和分数 也不好直接阻止 还得挤出一个好姐妹的笑容 在场的宾客表面上没说啥 背地里却是鄙夷的怯怯思语 这让爱丽丝破防了 人们真的就如同司机大姐所说 为了分数都如此虚伪 她破罐破摔 一股脑把闺蜜以前的丑事都捅了出来 傻抢人男朋友当老公 表面岁月静好 实际小绿茶 还为了装模作样骗她来参加婚礼 反正是怎么难听怎么来 忍了多年的脏话 也都主打一个尽情释放 她这幅几乎疯狂的粗饼模样 让体面优雅的宾客们 纷纷给她打了低分 但爱丽丝根本不在意 即使被故意绊倒摔在地上 也要凑近话筒继续输出 然后骂骂咧咧地被保安架了出去 最终爱丽丝因为分数归零 被送去吃了牢饭 还去除了眼睛里的芯片 但爱丽丝一点也不后悔 因为她再也看不见那个可笑而虚伪的平分了 再也不会被他人的目光束缚 她站在狭小的牢房 直接和对面的育友对骂起来 她再也不用对每一个人笑脸相迎 不用戴上虚伪的假面 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这一老一哨被困在楼梯间35年了 他们戴上奇怪的自制面罩 对着墙上的一句白骨祷告 还不忘公主抱起老头 让她也来一口 以此纪念这个去世的同伴 然后自律的年轻人开始锻炼身体 围里的老头子吃着手抓冷水泡面 谁又能想到 在刚进入这个循环楼梯间的时候 两人年纪只相差不到20岁 而且当时年轻人和墙上的白骨只是小偷 这个毫无生机的老人却是鹦鹉的警察 那天警察当场抓了小偷现行 追着他们进入了这个楼梯间 情急之下他开了枪 打中了一个小偷的腿 但是他似乎是第一次开枪 自己都被吓猛了 两个小偷只能投降 警察也不为难他们 简单做了止血措施后打算带他们走 可是当他们走到一楼 却发现并没有到底 而且下一层的指示牌上写着九楼 警察觉得这是有人搞鬼 他直接走下楼 九楼之下是八楼 七楼 他一次次拍打着楼道的门 没有任何回应 用尽全身力气踹门也打不开 空荡荡的楼道里只有一台自动贩卖机 诡异感和恐惧让他越来越慌乱 最终气喘吁吁的他又回到了九楼 两个小偷就在那里等他 三个人面面相去 警察不愿意接受这魔幻的现实 他又一股脑跑上了楼 小偷哥哥简直以为是幻觉 弟弟白衣男也在想办法离开 他同样把目标转向了一旁的门 但无论是用尽全身力气扒了门缝 还是拍打 撞击 这扇门都纹丝不动 不一会儿警察果然从楼下上来了 他瞪大了眼睛 喘着粗气质问两个小偷在搞什么鬼 他还是不甘心 想出了另一个验证的办法 他拿出钥匙丢下楼 很快钥匙从头顶掉了下来 落在警察的脚边发出清脆响声 这声音像是敲在了他们心头 这里真的是一个上下相连的循环楼梯 三个人被困在了里面 警察的心态崩了 举枪对准了两个小偷 问他们是不是给自己下药了 白衣男说你可行行好吧 我俩不也被困在里面 你还开枪打伤了我哥 小偷哥哥的伤势越来越严重 子弹取不出来 血也止不住 警察又灭火器破开了自动贩卖机 拿出一瓶水刚喝了一口 就被白衣男一巴掌拍掉 我哥哥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喝水 然后迅速捡汽水给哥哥冲洗伤口 时间渐渐流逝 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四个半小时 警察也动手给哥哥处理伤口 这才解释说 他当时根本没想开枪 但是脑子突然空白了 然后身体就不受控制地扣动了扳机 这个说法就像这个楼梯间一样匪夷所思 为了打发难熬的时间 白衣男翻看着自己的背包 里面有偷来的钞票和一些物资 警察看着钱包里家人的照片 觉得自己好像遗忘了什么 但是实在想不起来只能作罢 到了第二天 中枪的小偷还是死了 临死前叮嘱弟弟 要珍惜生命好好活着 他一定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也一定能从这个可怕的楼梯间出去 白衣男不停抚摸着哥哥的脸 但也无法阻止哥哥的逝去 警察沉默地看着兄弟俩一一袭别 可是当他查看了自动贩卖机后 他绷不住了 无能狂怒地把食物砸到地上 因为里面的东西全都重置了 他情绪失控得大吼大叫 白衣男马上捡起手枪 对准了濒临崩溃的警察 强迫他冷静下来 哥哥的去世似乎让他突然成熟了 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 如何在这个循环空间里活下去更重要 男人每天能攒下几千美刀 35年下来钞票已经多得能胡强 他却只能在楼梯间里苟活 男人把矿泉水瓶悬挂起来 每天选三瓶扎三个洞 脚底用水瓶和塑料围成小瓢 这样就成了简易的淋浴间 把牙刀整齐排好就成了镜子 几只牙刷组合起来当梳子用 开刹的发尾要注意修剪 过长的胡子也不能忽视 然后换上衣服戴上耳机 开始听音乐锻炼 墙壁上整整齐齐摆着各类物资 主打一个强迫症浮力 深蹲 俯卧撑 仰卧起坐 引体向上 简直自律得让人害怕 接着他跪在一个红色书包面前 开始虔诚地祷告 没有他的话自己根本活不到现在 因为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楼梯间 楼层上下香脸没有出口 里面的物品每天都会刷新 包括这个书包 包里的钞票 钱包 MP3 耳机 以及其他物资都会随之刷新 麦克在墙上记录着待在这里的时间 到现在已经有35年了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 他却一直保持着自律的生活 与他截然不同的是一起被困的老头 他所在的楼层堆满了垃圾 未到实在受不了的话 就挪动着瘦骨灵蕴的身体 换一个地方接着躺平 饿了就吃手抓冷水泡面 如果想要排泄就爬去找麦克 他会抱起老头去厕所 面不改色地边吃苹果边等他 然后帮他收拾干净 而在他们刚进入这个循环空间时 年龄其实只相差不到20岁 因为两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们衰老的速度相差得越来越大 老头是个警察 要捉拿麦克和他哥哥两个小偷 三人才误入这个楼道 在一声爆炸的巨响后 这个楼梯间开始了无限循环 因为重枪失血过多 哥哥第二天就死了 只剩警察和麦克两人在这里 老头已经时日无多 为了不忘记过去 他把记忆画栽在墙上 一天凌晨三点 他大叫着麦克的名字 说自己想起了重要的事情 让麦克把他带去壁画那里 他疯狂涂抹掉自己画下的记忆 说这些都只是谎言 这些所谓的记忆和家人根本不存在 连他自己都不存在 他根本不是什么警察 当年他只是个小男孩 和全家一起被困在了一条循环公路 也是35年过去后 父亲临死前告诉他一切都是谎言 而且公路上会出现一辆警车 但父亲警告他千万不要坐上去 警车真的出现了 他本来打算听从父亲的警告 但是他已经被困在这里太久了 这或许是唯一的离开机会 他还是坐上了车 就在打开门的那一瞬间 他失去了自己的记忆 穿上车里的制服 成为了抓捕麦克和哥哥的警察 老头讲完这一切后就去世了 而麦克也真的在一楼发现了电梯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过往的35年变成了笑话 他举起枪想要自杀 但最终还是改变了主意 麦克对着哥哥的遗体到了脸 然后走到电梯门前 缓缓按下了电梯按钮 里面放着一套服务员的制服 全新的记忆涌入麦克的脑海 他换上衣服而门缓缓关上 之后一对新婚夫妻走进了电梯 新一轮循环即将开始 从没见过如此诡异的公路 汽车不停在上面行驶 但是却一次次路过同一个广告牌 路边加油站的汽油也永远不会耗尽 因为这条公路是一个循环空间 一家四口兴高采烈的开车出游 中途停靠在加油站休息 父亲大胡子随手递给女儿一瓶饮料 但他不知道女儿对里面的成分过敏 女孩上车不久就出现了过敏反应 进而引发了哮喘 本来问题也不大 但大胡子不小心把哮喘喷雾踩吸碎 这下只能打到回府 尽快送女儿就医 心急如焚的四人忽然听见一声巨响 像是什么哪里发生了爆炸 他们顾不了那么多继续朝前开 路过加油站的时候 母亲进去拿了一些缓解的药物 但也是杯水车薪 女儿脸色惨白 艰难的喘息着 时间来到五点半 这时候本该到家了 他们却还行驶在这条公路 母亲以为是大胡子错过了出口 无论他怎么辩解也不听 但他们居然又路过了那个加油站 里面空无一人 母亲坚信是大胡子开错了路 但他解释说这条路他开了二十年 从没见过那家加油站 而且他们又一次路过了一个广告牌 他意识到这条路在循环往复 但是家人却不相信他 而且他拿的地图是三年前的版本 家人更加确定是他迷路了 母亲要求他再次调转车头 时间已经过了七点 女儿的喘息声已经越来越急促 他们再一次路过了广告牌 母亲绝望地看着地图 不得不承认这张地图已经失去了作用 时间来到十点四十四分 天色却依然是白天 母亲紧紧抱着垂死的女儿 汽车再一次在广告牌前停下 大胡子受不了了 他生死历劫地质问上天 为什么这么对他们 他要独自去旁边的荒野求远 让妻子和孩子在原地等待 可是女儿已经没有迈过 哮喘导致他休克了 母亲的情绪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等不下去了 不顾大胡子的叮嘱发动了车子 儿子慌张地劝母亲停车 他知道继续开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但母亲自顾自重负着这是个噩梦 疯狂扇着耳光想把自己叫醒 最终歇斯底里的他还是停了车 男孩赶紧抱着妹妹下去 母亲也不在乎 绝望的他坚信这是个梦 自欺欺人才能让他接受恐怖的事实 男孩艰难地抱着妹妹走回去 然后在广告牌下等待大胡子 寂静癫狂的母亲继续开着车 还差点撞上两个孩子 父亲也终于走了回来 但却是从道路的另一点 原来两旁的荒野也是首尾相连的 真的没有任何出路了 时间渐渐过去 周围的垃圾越堆越多 35年过去了 母亲已经奄奄一息 大胡子已经变成白胡子 每天的消遣是喝酒和随地大小便 然后开着车在路上乱扭 因为物资也会每天刷新 儿子就用衣服做了帐篷 用一拉罐煮野菜 每天坚持徒步锻炼 妻子去世后白胡子亲手埋葬了他 在墓前他忽然头痛欲裂 摔倒在了地上 记忆涌进了脑海 原来他在来到这条公路之前 就已经在另一个循环空间里过了35年 当时他只有10岁 一个老师带着他和朋友去划船 结果出了意外 两天后朋友不治身亡 他和老师就在竹筏上飘了35年 因为根本靠不了岸 老师直到死前才恢复记忆 原来他以前也被困在一辆火车上35年 老师告诉了白胡子上岸的办法 他很快发现了那辆红色汽车 一坐上去 他就忘记了真正的记忆 全新的记忆涌入脑海 于是他带着家人来到了这条公路 冰死的白胡子告诉儿子 附近会出现一辆警车 但你绝不能上去 否则就会像他一样忘记所有 然后启动另一个循环 警车真的出现了 但是儿子已经在这里待了35年 全家人都死了 如果不离开 他就要独自在这个鬼地方度过余生 最终他收拾好妹妹的画作 带上他心爱的东西 至少让他记住最爱的妹妹吧 可是上天没有垂帘 他还是遗忘了一切 他换上车里的警察制服 去完成他的任务 逮捕两个小偷 并开启一轮新的循环 小娇妻为了玩死父老头 骗他一把老骨头跳进了河里 果不其然 好一会儿父老头都没能上来 小娇妻难过的嘴角咧到了耳根 白衣家产不就近在眼前了 但没想到父老头还挺坚强 挣扎一番又爬上了船 娇妻脸上的笑容一下垮了 但他不愿意放弃 又指着旁边的悬崖 表示哥哥我最喜欢看跳水了 你不会拒绝我的对吧 天真烂漫的父老头 在一声声哥哥里迷失了自我 想也不想就答应了 他从悬崖上一跃而下 扑通一声后再没了声音 爱丽丝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纪念他从此以后 过上单身富婆的生活 但是他还没乐够两分钟 就意识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他不会开船也不会游泳 要是没法靠岸的话 他不就得给老头陪葬了 搞不好别人还以为他殉情呢 这多会气啊 爱丽丝想发电话求救 却发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没有信号 时间一晃而过 爱丽丝已经被困在船上两个小时了 这样干等也不是办法 爱丽丝打算死马当活马一 对着船上的案件就是一通瞎案 成功把船毛收了起来 然后他一推操纵杆 快艇立刻开始爱的魔力转圈圈 爱丽丝被转得快吐了 这样下去船不沉 他也得晕过去 没办法他只能把钥匙拔了 这下船是停了 但一个手滑钥匙又掉进了水里 好了这下死马一成僵尸马了 没有船毛固定 又没有动力推进 船只顺着水流一路飘行 智商为负的爱丽丝只能自暴自弃 也是就他这智力 一动不如一进 突然爱丽丝发现河水变得湍急起来 抬头一看 前方赫然是一个瀑布 这要是翻下去 恐怕比富老头死的还要难看 爱丽丝连忙爬起来准备跳船 好在船上还有游泳圈 就是说你早干嘛去了 但是接下来爱丽丝又表演了窒息操作 他直接就把游泳圈丢下了水 结果船飘得太快 游泳圈和他刚见面就说再见了 这下好了只能等死了 爱丽丝惊慌失措地躲进船舱 只能寄希望于这船的质量够好了 很快他就感受到了剧烈的颠簸 是船翻了下去 但他运气好的出奇 那瀑布撑死了一米五 爱丽丝不仅没啥大事 还毫发无伤地被冲上了岸 甚至包包都还在身边 翻出手机也是一点没坏 可惜的是依旧没有信号 爱丽丝坐在岸边 把包里的东西全都翻了一遍 里面除了化妆品就是化妆品 事已至此 爱丽丝表示命可以没有 美艳娇妻的人设不能丢 于是先敷个眼膜 再画上精致的妆容 然后穿上插开到大腿的红色战袍 脚踩时尚露止凉血 就打算开始他的荒野求生 他仅存的智力告诉他 顺着河流走比较容易遇见人烟 但是还没走出两步 就看见地上一串动物的脚印 抬眼一看 一只棕熊正哥那喝水呢 他自然也看见了爱丽丝 立刻就知道自己的晚餐有着落了 于是艺人艺雄开始上演 极支唐江的经典戏码 你见过穿成这样荒野求生的吗 女人给自己画上小烟熏 涂上热辣的烈焰红唇 穿上一袭火红的路肩小礼裙 再搭配一双线两款小高跟凉血 主打一个不把蚊子喂饱不死心 结果刚走两步 就要把棕熊喂饱了 爱丽丝转身想要飞奔 但是没两下就摔倒在地 棕熊步步紧逼 眼看要葬身熊腹 爱丽丝连个武器也没有 情急之下脱下鞋子砸了过去 谁料到这还真吸引了狗熊的注意 他低下头闻着凉血无比上头 爱丽丝抓住实际逃跑 一路跑进了森林里 算是躲过了一劫 但是密林求生谈何容易 尤其是对他这样那啥大还无脑的人 到了晚上 爱丽丝的红色路肩小礼裙丝毫不保暖 他冻得抖入筛康 想学原始人钻木取火吧 结果当然是手都搓冒烟了 木头也没冒烟 为了取暖 爱丽丝只能在林子里到处走动 人刚暖和一点 心马上就下凉了 因为他看见了一只白色的野兽 就在不远处狗狗碎碎 虽然看不清是啥 但他还是果断决定开溜 然后顺利被树根绊倒 摔了一个狗肯尼晕了过去 野兽也很快追了上来 表示陛下臣妾只是一只白虎啊 年轻人睡眠质量就是好 爱丽丝倒头就睡 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 长得狗里狗气的小狐狸还守在他旁边 爱丽丝才知道昨晚闹了毒乌龙 他又掏出手机 结果还是没有信号 此时的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 饿得眼冒惊心 爱丽丝只能翻开手机相册 看着里面的美食图片望眉之渴 但是这笔老板画的饼还没用 饿疯了的爱丽丝心一横 拿出超长持妆轻薄不氧化的粉底液 挤出一蹦在手背上 然后伸出舌头舔了一口 好家伙那滋味不是一般的上头 没办法爱丽丝只能强撑着爬起来 继续他七零八落的荒野求生 但是这树林左看右看都长一个样 爱丽丝根本找不到出去的路 这咋办呢 只见他闭上眼睛伸长手臂 然后原地转圈 停下来指到哪个方向就往哪走 自带指南针的手机表示 早知道烂场里了 爱丽丝没走出两步又摔跤了 咱就是说出去后找医生瞅瞅吧 这一天天的除了摔跤啥也没干 但这一次格外倒霉 爱丽丝直接摔到了人家食人椅的老巢 差点从天外来物变成天降储备粮 爱丽丝好不容易清理干净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长得实在抱歉的道具狐狸正盯着他 然后暴露了身为金手指的角色定位 带着爱丽丝一路找到了水源 他总算是缓过来一点 还找到几朵未成年蘑菇 先用银行卡切碎 然后加点香水调味 一个俄罗斯人甚至拿出两根木棍当筷子 小心又娴熟地加起蘑菇沙拉 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 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不会显得那么蠢 而且他显然没有云南人的生活经验 那两个灰扑扑的蘑菇有毒 爱丽丝很快就出现了幻觉 接着就昏倒在地 但是等他再次醒来 梅运似乎结束了 远处有白烟升起 意味着大概率有人在那 爱丽丝兴刀采烈地飞奔过去 结果那只是山火 跟人没有一毛钱关系 爱丽丝正一毛呢 更倒霉的来了 一颗被烧断的大树倒下 表示美女姐姐贴贴 直接把爱丽丝压在了身下 爱丽丝拼命想把树干推开 可是她的咩咩力气一点用也没有 小狐狸被她喘爆了 恨不得开口说话 着急忙慌地叫她跑土 爱丽丝才反应过来 跟着一起在身下挖土 这才又捡回一条命 这回家不得给小狐狸搞个香案供起来 因祸得福的是 爱丽丝有火种了 晚上终于不用挨动 一美女一白狐相互依偎着 结果爱丽丝的霉运体质再次发作 竟然突然下起了雨 爱丽丝抱着狐狸找到了一个山洞 就在她准备入睡时 感觉到有东西在咬她的脚 用火把一罩 竟然是一只肥瘦的老虎 好家伙这是个老鼠洞 吓得爱丽丝一佛出示二佛升天 连滚带爬跑出山洞 最后只能选择临着雨度过这一夜 第二天爱丽丝被声音吵醒 定睛一看居然是一艘快艇 她连忙高呼救命 又脱下红裙子挥舞 终于被船上的人发现 爱丽丝吃着船上人给的罐头 说起自己两天来的倒霉经历 她只以为自己遇到了救星 根本没注意到 船上几个男人没安好心 四男一女小树林 显然不会有什么岁月静好 男人迫不及待把女人摁在地上 就打算好好用牙签给她剔剔牙 结果不等她把钉制小牙签掏出来 就被人一刀扎进了后心 原来是这片树林的护林园 听见动静后赶来救人 解决一个男人后立刻带着爱丽丝逃跑 而男人的同伴也开着快艇追了上来 最重要的是 他们手里有枪 护林园和男人们马上开始了一场水上追逐大戏 爱丽丝在其中扮演脱油瓶的重要角色 一个劲的大喊大叫 真是辛苦她了 在男人们的火力压制下 护林园还是被迫靠了岸 然后立刻下船逃跑 被护林园折返回来把她拽下船 两人在树林里一路奔逃 爱丽丝还狗咬屡动兵 怪护林园多管闲事 她要是不插手 自己顶多吃点皮肉之苦 反正她也不是没有经历过 现在搞得都有性命之忧了 护林园只觉得三观乍裂 听听看着人说的什么话 她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是一嘴巴 然后把爱丽丝摁在地上揍了一顿 我只能说干得漂亮 把爱丽丝揍老师以后 两人来到河边等待救援 结果一直等到了晚上 也没有船只路过 两人就这么将就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 护林园还想着怎么对付歹徒 爱丽丝却拿出了自己的TF眼影盘 开始美美化妆 得你算是彻底指望不上了 护林园点燃柴火 用烟雾吸引了歹徒们的注意 然后就打算开着他们的快艇逃跑 爱丽丝表示好呀好呀 然后就跳上了船 任由护林园一个人拼尽全力推 但是船实在太重 更别说还有个靓女哥上面坐着呢 护林园实在推不动 直到她开口提醒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赶来的歹徒们一枪击中了护林园的腿 她用最后的力气把船推下了水 自己却被歹徒抓住 而爱丽丝就在船上缩成一团 眼睁睁看着护林园被带走 护林园让他们即将到手的鸭子飞了 歹徒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就打算让她代替 关键时刻爱丽丝竟然赶来 一个偷袭打趴下一个歹徒 护林园立刻也反应过来配合她 凭借过硬的武力值 最终成功反杀 故事的最后 爱丽丝顺利继承了富老头的百亿遗产 和护林园一起过上了 枯燥乏味的富婆生活 女孩转学的第一天 姨妈突然造访 番茄匠渗渗出裤子滴到了地上 后排的男生全都在看笑话 而她完全没有察觉 丽丽低头一看就傻了 然后慌张地站起来 像用手遮住裤子上的痕迹 那些男同学却更加兴奋 不停地阴阳怪气 甚至打闹了起来 丽丽躲在厕所隔间里哭 这是她第一次来姨妈 根本没想到会这样 她连走出去的勇气都没有 班里的三个女生 却主动找了过来 贴心地送来干净的裤子和卫生棉 安慰她别跟那些青春期的 无聊男生一般见识 拉萨接受了女生们的好意 从这一天开始和他们成了朋友 但是因为这天的事 男生们给丽丽起了一个 丽业小姐的绰号 第二天带头起哄的笑爸 还找到她 丽丽忍无可忍 谁料笑爸竟然直接飞出三米远 丽丽还在因为自己突然的距离猛圈 就因为打架斗殴 和笑爸一起被逮去关了禁闭 突然 丽丽听见有人在叫她 可是周围明明没有人说话 丽丽一走出教室 就看见三个女生从厕所那边冲出来 他们看见丽丽出现顿时兴奋不已 原来他们都是女巫 能够用心灵感应交流 大在昨天第一次来姨妈后 女巫的力量开始觉醒 所以才能一把将笑爸拍飞 三个女孩目睹后便知道了她也是女巫 于是用心灵感应进一步验证 女巫的力量觉醒是分阶段的 她们现在还只是出击女巫 也就能隔空取物啥的 但加上丽丽就不一样了 她们四个美人代表一个方位 在进行女巫传统的召唤仪式后 她们的力量就能得到大幅增强 四人组来到一片偏僻的小树林 用石头围成一个圈 再撒上一圈灵粉 这就能最大程度上聚集她们的力量 并且形成一个保护结界 她们围坐在圈圈里 闭上眼睛举起双手 嘴里念着奇怪的咒语 完成仪式后 她们睁开眼睛 天上的老鹰 空中的树叶 以及眼前的蝴蝶 全部都静止了 因为她们成功暂停了时间 四个女巫的魔力大掌 以及可以对活人下咒了 她们打算小视牛刀 低头牛就是经常霸凌同学的笑霸 女巫们没打算伤害她 而是改变她的性情 让她不再做坏事 四个人溜进笑霸家 找到她用过的小雨伞 作为下咒的媒介 因为里面有属于她的一部分 他们刚下完昼 门外就传来了声音 是笑霸回来了 女巫们再次施展魔法 让时间停止 然后赶紧翻窗逃跑 接下来的每一天 四个女巫都聚在一起练习魔法 一直以来 她们都因为特立独行的性格 在学校里被孤立和欺负 如今终于找到了同类 还拥有了超能力 似乎一切都要变好了 但是真的如此吗 开过光的女巫有多厉害 四个女孩觉醒了女巫的力量 看到同学被霸凌 她们只需要一个眼神 霸凌者的裤子就被霸了 她们用指尖喷出的火焰 烧掉辱骂自己的涂鸦 对于那些欺负过她们的同学 就暂停时间 趁机拍下她们各种丑照 她们还给一直为非作歹的校霸下咒 效果非常显著 原本素质如同 马里亚那海沟般低下的校霸 突然间就赚了信 在学校的生理教育课上 老师播放着震惊的教育片 不震惊的男同学却不停开黄枪 旁边的女同学都觉得恶心至极 一向同流合污的笑霸突然开口 女巫们意识到 她们的力量真的很强大 而且目前还不太能精准掌控 所以她们约定 之后只要想动用魔力 一定要一起商量 不能轻易使用 然后她们便精心打扮一番 参加晚上的学校舞会 结果一到现场 就撞见了刻薄的笑话 她先是拿出莉莉姨妈 露了被发现的事情 又对她阴阳怪气 把人气走后 又嘲讽剩下三个女孩 结果下一秒 另一边 莉莉推开一间厕所的门 结果里面正好有一对小鸳鸯 她连忙关门退出来 笑霸适时出现 温和地提醒她 另一边还有一个厕所 然后便羞涩 却真诚地对莉莉道歉 说自己真是个混蛋 竟然在那种情况下嘲笑她 言行举止也像换了一个人 主打一个高素质 就连知识水平都上涨了一大截 还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人渣变人才 学渣变学霸 加上笑霸相当出色的皮像 而且两人还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 莉莉居然对她产生了好感 笑霸从这天后就假加入了女孩们的小团体 每天都和她们一起玩 莉莉对她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甚至偷走了笑霸的外套 沉醉地闻着上面的气味 但是她没办法表白 因为笑霸不喜欢她的性别 爱情冲昏了莉莉的头脑 她翻阅魔法书后 用那件衣服做媒介 送念咒语后放进被窝里 让她沾上自己的气味 莉莉就这样对笑霸下了爱情咒 效果非常显著 她刚从床上下来 笑霸就找到她对她表白了 两人顺利成章谈起了恋爱 莉莉表示这个强扭的瓜真甜 沉浸在两情相悦中无法自拔 但是仅仅过了一天 她就得知了一个晴天霹雳 笑霸竟然在昨晚死了 死因还是自杀 一时间四个女巫心乱如麻 她们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咒语 才导致了这起死亡事件 四个人哭成一团 莉莉还是开口了 说出了自己给笑霸下爱情咒的事 这下其他三人都觉得 这件事耿莉莉的爱情咒脱不了干系 说不定她的爱有毒呢 莉莉解释说她真的没想害人 但其他三人已经不再信任她 决定不带她一起玩了 莉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难不成真是她害死了笑霸吗 女孩每天都被同一个噩梦惊醒 因为她给暗恋对象下了爱情咒 结果他们刚亲两口 第二天暗恋对象就自杀了 她怀疑是自己误杀了对方 又发现自己的肌腹很奇怪 她似乎在带着学生们做什么邪教仪式 说什么要消灭软弱的人 从目睹仪式后的那天起 莉莉变得更加心神不宁 她想让母亲离开继父 但对方却舍不得来之不易的依靠 更何况继父还很有钱 被母亲拒绝后 她便在家里到处翻找 想找到能够证明继父可疑之处的东西 却意外发现一份写着自己名字的文件 打开之后她傻眼了 自己竟然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 而是在多年前被领养的 莉莉大受刺激 愤怒地问母亲为什么一直骗她 母亲却说 这是她生母的要求 当年她面临着严重的精神问题 没有办法抚养莉莉 也不想让她知道真相 可是莉莉却总是有所怀疑 她想要找其他三个女巫商量 对方却依旧因为她私自下咒的行为生气 根本就不理她 莉莉只能失落地离开 母亲又凑过来想和她说话 莉莉现在只想一个人静静 结果没控制好魔力 直接把人撂倒了 众人都用厌恶的眼神看着她 这下莉莉更是孤立无援 而且三个女巫更加坚信 莉莉会伤害别人 于是联合下咒 封印了她的魔力 而另一边 母亲突然收拾了行李 说同意带莉莉离开 并且还说自己已经知道了 她身上带着女巫的血脉 温柔地说自己可以帮她解决 只要跟她一起念一句咒语 就能把女巫的力量转移到她身上 不然的话莉莉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就是这一句话 让莉莉意识到了不对 这一拳直接把妈妈打得物理变态 竟然慢慢变成了继父的样子 然后一拳将莉莉打晕 原来继父是个猎物人 靠西式女巫的魔力增强自身 得以长生不老 因此才攒下了丰厚的家产 而母亲并不知道 还把莉莉的事告诉了她 所以莉莉就成了继父的新目标 等她再次醒来 已经身处深夜的密林之中 她想要反抗 才发现魔力已经被封印了 继父告诉她 孝霸就是她杀的 因为她认为秩序就是力量 而孝霸的取向是破坏秩序的 莉莉的生母和养母都被她关了起来 马上他们一家三口就能团聚了 就在继父准备吸取莉莉魔力的时候 她的动作突然停下了 莉莉一回头 便看见三个女巫走了过来 就是她们让时间停止的 原来就在刚才 死去的孝霸利用通灵版 将自己是被继父杀害 以及莉莉有危险的事情 告诉了三个女巫 他们才知道冤枉了莉莉 并马上赶来救人 但不等她们姐妹情深 继父已经解除了魔咒 恢复了行动能力 四个女孩轮番用魔力攻击她 结果连个擦伤都打不出来 继父只是挥挥手 三个女巫就飞出好几米昏了过去 又只剩下莉莉一个了 她跌倒在地慢慢后退 继父还在进行反派 必备的放狠话环节 没注意到三个女巫已经苏醒 并且一句接一句念起了咒语 而莉莉接上了最后一句 四个女巫占据了四方位置 将继父围在中间 随着她们不停地念着咒语 泥土开始涌动 将继父困在原地 接着一道闪电劈下 围着继父燃起一道火圈 女巫们不停叫着火焰 火蛇像是在回她们的召唤 烧得越来越旺 继父渐渐被火焰吞过 最终什么也没有留下 就如同曾经无数被她烧死的女巫一样 故事的最后 莉莉的养母重获自由 并且告诉了她一个地址 那是一所极度封闭的疗养院 莉莉的生母就在里面 如今继父已死 她也能重获自由了 男人只是对着小镇模型打了个喷嚏 窗外就突然下起了雨 她吓了一跳 随后又用喷壶对着模型喷了几下 外面果然就下起了大大雨 天空一半晴朗一半乌云密布 路人们被焦了得措手不及 杰森推开窗查看 全阵只有她喷水的地方下雨了 这个模型真的能影响现实世界 就在刚刚 杰森偶然间在教堂的阁楼里 发现了一个小镇模型 完美复刻了她所住的小镇 每一处细节都是一模一样的缩小版 包括杰森所住的教堂 她弯下腰透过窗户往里看 那里竟然有一个迷你版的她自己 而真实世界中的杰森 不仅拥有了上帝视角 还拥有了上帝般的能力 随手把吃过的鸡骨头放进模型 现实世界里就出现一块巨大的骨头 狗子馋的都要哭了 第二天 杰森去镇上的餐厅吃饭 居民们正在讨论昨天的怪语 全镇就那一小块地方下雨了 而且只下了几秒 杰森听得有些得意 却听见老板娘抱怨 她本想重新粉刷一遍餐厅外墙 结果因为昨天突然的怪语 油漆全都没法用了 杰森听得心虚不已 决定出手帮忙弥补自己的过失 她找来一瓶指甲油 趁夜深人静的时候 把指甲油涂在模型里的餐厅上 等到第二天老板娘睡醒 看到焕然一新的餐厅都惊呆了 灰扑扑的建筑顿时有了生气 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帮忙 简直就如同神迹一样 这让杰森感到无比自豪 回家的路上 她看见一个老太太摔了一跤 差点把今天摔成自己的忌日 原来是小镇的公路年久失修 他们已经多次反馈给镇长 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 事实上 镇长的一件信箱已经塞满了信件 从他就职以来就没看过 镇长只顾着自己敛财 把小镇治理得一塌糊涂 甚至因为收到了贿赂 同意了一项改道方案 导致小镇通往外界的公路被封了 全镇的人穷得穷跑得跑 当地就一个有钱人 那就是镇长自己 杰森决定利用模型的力量 为小镇做更多的事 他把一件箱取下来带回了家 查看了居民们的每一封信 并且立刻着手解决问题 路面不平 他就随手从身上搓出点泥球摁上去 现实中的路面瞬间平整 路边的垃圾没人清理 他就用镊子一点一点动手收拾 哭死的绿化带影响美观 他轻而易举就将一棵树连根拔起 杰森忙活了一晚 整个小镇都焕然一新 困扰居民们许久的问题 一夜之间全部解决了 就连准备搬走的人 都把收拾好的行李卸了下来 杰森走在小镇的每一个地方 都能听见居民们讨论 小镇的情况似乎要变好了 杰森很满意 并决定再接再立 他想要提振小镇的经济 但是因为公路改道 别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于是杰森制作了一个指示牌 在他手里只有一点大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 人们从高速上就能看得到 到晚上的时候 还会有醒目的灯光 小镇外的人在看到指示牌 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 室外桃源般的小镇 旅游业一下带动了小镇的经济 原本快要倒闭的加油站 客人一下子多到不得不扩建 居民们的日子终于有了盼头 萧条已久的教堂 也终于再次热闹了起来 居民们都很感激 让小镇复苏的人 但杰森不打算暴露自己 他并不在乎这些虚名 但他没想到的是 镇长竟然如此厚颜无耻 冒领了他的功劳 说那些事情都是他为镇子做的 而且他还要申请连任 杰森的这番操作 反而让镇长捡了漏 居民们都觉得他改邪归正了 甚至觉得他是上帝的使者 拥有某种强大的魔法 镇长的支持率一下子暴涨 眼看就能继续于肉百姓的日子 杰森气得蹊跷生烟 他绝不容许镇长连任 因为杰森的妻子就是前任镇长 他热爱自己的家乡 为了工作鞠躬尽瘁 将小镇建设得很好 却因为疲劳过度出了车祸意外去世 事发突然镇长位置 一时找不到接任的人 现任镇长便抓住机会 用超能力当上了镇长 在短短的一年里 就将杰森妻子的心血毁于一旦 为了阻止镇长 杰森决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男人丢下一粒小石子 小镇上空就坠下了一颗陨石 第二天一早 居民们惊讶地发现 陨石精准砸中了一辆豪车 那是镇长用鱼肉百姓得来的钱买的 居民们一圈圈围着看热闹 毕竟倒霉成这样那也算是百年难遇 镇长则气急败坏 觉得是有人故意搞破坏整他 大喊大叫的质问居民们是谁干的 扬言要把干这事的人揪出来 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愤怒的镇长还随便抓了一个小男孩 你小子就笑得开心 还敢画嘲笑我的漫画 信不信我现在就抓你进局子 镇长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原本对他稍有改观的居民们非常失望 垃圾果然就是垃圾 不是轻易就能回收降解的 人群后面的杰森很高兴 这就是他的目的 让镇长失去人心没法连愿 意识到自己失控了 他突然变脸 笑嘻嘻地表示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毕竟我为镇子做了这么多事 当然不会怀疑大家了 区区一辆百万豪车 绝不会影响我为镇子分享的心 就算我的千万豪宅被砸了 我也一定会再接再厉 让镇子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这一番慷慨激昂的嘴炮 成功赢得了众人的掌声 纷纷鼓起了掌 杰森的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但他不死心 而且越想越起 当天晚上杰森站在窗前 看见镇长独自走在街上 于是杰森抓起一只 拳头大小的长毛蜘蛛 放在对应的模型位置上 而在现实世界中 一只五层楼高的大蜘蛛凭空出现 而且很快就镇长打了个照面 镇长吓得当场瘫倒在地 想逃跑却腿软的战斗站不起来 眼看着他就要被吃掉 蜘蛛却突然腾空而起 是杰森把他抓走了 他只想吓下镇长 不想伤人性命 镇长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觉得是有人在针对他 镇长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告诉别人 大家却觉得他精神不正常 这怎么能连任呢 杰森暂时解决了这个麻烦 便继续着手建设小镇 他见招牌的效果这么好 便想着升级迭代一下 吸引更多的游客 在他改造后 灯牌变得更大更亮 杰森满意的睡去 却不知道小镇的电力系统太落后 根本附和不起这个灯牌 没过多久发电站直接就给整包废了 全镇的宫店都断了 居民们聚集在教堂开会 要求镇长立刻解决问题 镇长却说他也没办法 发电厂那边表示 至少要几个礼拜才能修好 这下居民们不干了 寒冬腊月的没暖气要冻死人的呀 随后便说镇长你不是有超能力吗 修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呀 镇长只好承认 那些事根本不是他做的 居民们这下是气上加气 有的觉得被镇长愚弄了 有的觉得镇长就是有超能力 只不过是想借此把居民都逼走 然后自己独占小镇 居民们群情激愤 镇长连忙抱头鼠窜 一大群人紧随气候要他负责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眼看就要打起裙架了 杰森不得不开口 承认自己才是那个上帝的使者 男人偶然间得到了一个威缩模型 一比一还原了他居住的小镇 而且模型的变化还会影响现实世界 借助这个模型 杰森可以操控整个镇子 他却只是借助这个力量建设家乡 帮助居民们过上好日子 因为一个无心之师 杰森还是承认了自己做的事情 居民们要求他证明 杰森便回到教堂的阁楼里 将几根火柴堆放在小镇模型上 然后点燃 现实世界中的居民们也亲眼目睹 凭空出现的巨大火柴和火焰 杰森对自己好心办坏事感到无比愧疚 他摘下了从不离身的婚戒 对已故的妻子道歉 没能像他一样好好建设家乡 与此同时 镇长带着警长冲到了教堂 他们暴力破开阁楼的门 发现了那个神奇的小镇模型 也就明白了杰森超能力的来源 杰森想要把招牌和电路修好 却被镇长阻止 他表示你傻呀 有这样一个神奇 你就只想着修修路扫扫地 想着为人民服务 就不能像我一样 一眼就看到巨大的商机吗 镇长一声令下 让警长直接把模型搬走 杰森当然不可能同意 立刻冲上去阻止 两人扭打之中 警长不小心撞上了桌子 模型内部的构造损坏了 桌腿也被撞断 模型直接垮掉 现实世界也是一片地洞山摇 汽车翻倒 房屋垮塌 幸运的事只造成了经济损失 没有人员伤亡 原来的电力问题没解决 居民们又要忙着重建家园 而且模型已经不能再用了 牧师安慰说 我们种植城城不缺人力 杰森也补充道 钱我们也不缺 因为在模型垮塌之前 杰森摘下的戒指掉了进去 如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金环 这是史上最大的完整金块之一 足够重建小镇所需的所有资金了 我们永远无法计算 自身行为会对世界带来什么改变 尽管我们出于一片好心 也无从预测会有好的或坏的影响 但若不采取行动 就连燃烧的恒星也会自动冷却 女人想从百米高台上下去 她先脱下一只高跟鞋丢下去 鞋子好一会才落地 她咬了咬牙又把另一只鞋蹬了下去 然后在狭窄的架子上转个身 把下半身慢慢探了下去 终于她松开了手 伴随着一阵尖叫 她摔倒了地上 奇怪的是她竟然毫发无损 原来那架子只有区区两米 但她在上面待了三年 对地面的恐惧让她产生了幻觉 爱丽丝三年没站起来过 差点忘记怎么用自己的腿 像婴儿一样蹒跚学步 谁能想到 她曾经是一个超模 工作就是迈着动人的步伐走踢台 从小爱丽丝的母亲就告诉她 女人的脑子好不好用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漂亮 这样才能嫁给有钱人 不费吹灰之力走上人生巅峰 因此爱丽丝自都不认识的时候 就开始选美 长大后她顺利成为了超模 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份工作很无聊 但她也只把这当作跳板 而且也习惯了听母亲的安排 爱丽丝成功了 在一次表演时 她遇到了一个亿万富翁 两人一见钟情 当天晚上进的是酒店 第二天早上就进了家门 爱丽丝正享受着豪宅和爱情 某天早上睡醒后 却发现男友不在身边 她在房子里找了一圈 却看见男友在客厅墙上 亲手搭了个架子 男友说这是专门为她准备的 爱丽丝原以为是用来放奖杯或者藏品 也说不定是专门给她放血的 男友却笑着说 这是用来放爱丽丝的 以后她就住在上面 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 爱丽丝当然不愿意 表示她还有工作呢 男友立刻让她辞职 不用上班是多少人的梦想啊 到时候什么山珍海味华府珠宝 全都送你跟前 紧跟着就是彩虹屁 宝贝你那么特别 为什么要过跟别人一样的平凡生活呢 最后是一记重拳 男友情意绵绵地说 宝贝我根本离不开你啊 只要一秒没看见你 我觉得自己都活不下去了 如果你坐在上面 我就在你面前的桌子上办公 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你 为了让男友幸福 爱丽丝答应试试看 踩着梯子坐了上去 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写着不舒服 但她还是强颜欢笑 男友假装看不出来 马上把梯子挪开 然后仰头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爱丽丝变成了她的一件展品 如同一个真人芭比娃娃 没过多久 两人结婚了 婚礼就在这个房间里举行 爱丽丝穿着华美的婚纱 她坐在架子上 丈夫骄傲地向全场宾客展示她 宾客们也都如同欣赏一件收藏品 仰视着爱丽丝 就连洞房花竹叶 爱丽丝都没有下来 丈夫从梯子爬上去 在上面与她共享雨水之欢 爱丽丝最初的抗拒逐渐退去 因为丈夫真的按照承诺 每天都陪在她身边 打电话处理生意的时候 眼睛都黏在她身上 还说这该死的工作 让我都没法专心欣赏我的小宝贝了 而且丈夫时不时就送各种礼物 新鲜花束不在花下 钻石珠宝更是应有尽有 丈夫专门聘请了庸人照顾爱丽丝 她每天就躺在上面 负责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让丈夫觉得赏心悦目 夫妻俩都觉得很满意 但是时日一久 两个人的想法就都变了 女人被丈夫当成收藏品摆在架子上 上去了就再没下来过 她每天就等着人伺候 以及丈夫的甜蜜问候 但是没过多久 丈夫就不再送礼物了 只是在出门前送了个飞吻 女仆调侃到咋没礼物了 爱丽丝强称着面子 说你懂什么 飞吻代表爱情 比什么钻石美金有价值多了 但是由不得她自欺欺人 丈夫很快就再也不情意绵绵地看着她了 爱丽丝精心打扮 还没有电脑屏幕有吸引力 爱丽丝主动搭话 丈夫要么敷衍得嗯嗯那样 要么就是干脆装作没听见 她想着或许是自己还不够美 于是每天变着法地打扮自己 谁料这不仅没能得到丈夫的注意 还让她觉得厌烦 还特意把书桌挪了位置 背对着爱丽丝工作 美其名曰是因为那个位置采光更好 爱丽丝表面上说你开心就好 实际上一口牙都要咬碎了 她越想越气 委屈地哭了起来 心想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哄她上来的时候叫她小宝贝 看腻了就翻脸不认人 爱丽丝就这样在架子上住了三年 丈夫已经发展到了根本不着家 女佣也撤走了大半 爱丽丝口渴得要命 声嘶力竭地大叫着 空荡荡的豪宅里根本没人理她 爱丽丝终于做了一个决定 对重回地面充满了恐惧 甚至觉得那不到三米的架子如同高龙 终于她鼓起勇气跳了下去 倒是没摔伤 就是刚站起来就差点摔个狗吃屎 爱丽丝如同附件一样 学习怎么用自己一米八的大长腿 爱丽丝迈着魔鬼的步伐 时隔三年再一次来到室外 肆意发泄着深藏已久的渴望 像孩子一样踩水 把一筐网球倒下楼 这种久违的自由让她无比兴奋 完全忘记了丈夫也忘了喝水 爱丽丝溜出豪宅 偷偷搭上了邮局的顺风车 然后非常有素质地把别人的信 撒在路上 让信件和她一样自由 邮车在小镇上停下 爱丽丝也下了车 她已经恢复了行动能力 不停地在大街上跳舞 仿佛自己带了个音响 在普通不过的街景 在她眼里却是那么珍贵 爱丽丝向每一个路人打招呼 路人也都对她抱以友好的笑容 她又蹭上一个男人的摩托 享受着风吹拂在她脸上 她像是脱缰的野马 又像是刚从精神病院里被放出来 抢过交警的罚单就给撕了 看见人家做瑜伽 她也颠三倒四地模仿 就连路过的狗她也不放过 爱丽丝一路跑到沙滩上 随心所欲地跳舞 人群竟然也像是被她的喜悦传染 和她一起跳 居家隔离三年的人确实不一样啊 最后爱丽丝一个猛子扎进了海水里 冰冷的海水终于把她从狂欢里拽了出来 浑身湿透的爱丽丝走上岸 却发现刚才和她一起跳舞的人只是幻觉 沙滩上的人都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她 爱丽丝动得瑟瑟发抖地走在街上 快乐退去后是不知所措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 忽然她路过一家美妆店 看着里面的化妆师给客人化妆 又看看玻璃上自己狼狈的样子 爱丽丝抚摸上自己的脸 决定打理一下自己 女人被居家隔离了三年 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一个三平米的架子 她终于下定决定离开之后 却发现自己连份工作都找不到 从小到大 妈妈只教她怎么美美美 结婚后也只顾着梳妆打扮取月老公 加上三年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她都快被养成社会废人了 但是已至此 爱丽丝表示不管了 饿死也得美美的死 于是她走进了一家美妆店 在梳妆台前坐下 扎起自己凌乱的长发 开始仔细地给自己化妆 她娴熟而出色的技术 吸引了美妆店员的注意 甚至还在一旁偷师 被爱丽丝发现后 她大方地过去打招呼 问爱丽丝是不是专业的化妆师 她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 爱丽丝不知如何开口 最后只能说 她的工作是做着摆姿势 给一个有钱男人看 就如同一个奖杯一样 店员却没有嘲笑她 甚至没有露出任何一样的表情 而是说只要自己觉得开心就好 这是她妈妈告诉她的 这让爱丽丝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这是爱丽丝从没有想过的 她一直觉得这是一道单选题 从没想过长个脑子出来用 如今才意识到 为什么要让美丽成为自己的束缚呢 爱丽丝回到那所豪宅 里面依旧空空荡荡 丈夫根本不知道她离开了 爱丽丝走到自己待了三年的房间里 看着那个无比熟悉的家子 然后便在四处搜寻着什么 终于 她看中一根壁炉用的金属棍 拿在手里站在架子面前 几个深呼吸后 爱丽丝猛地用棍子砸向架子 用尽全力 一下又一下 随着架子被破坏 爱丽丝越来越上头 发泄地叫出声音 情绪终于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一年以后 爱丽丝开办了自己的美妆品牌 有了自己的美妆店 每天店门口都大排长龙 生意非常红火 但客人们不全是为了买东西 而是为了看爱丽丝 因为她在店里搭了个架子 每天都精心打扮坐在上面 像一个吉祥物一样 欢迎客人光临 爱丽丝觉得现在的自己 美丽与智慧兼得 尤其是当年幼的小女孩 仰视着她 夸她长得美的时候 更是让爱丽丝无比自得 小女孩羡慕地问妈妈 自己长大以后 能不能也坐在架子上 妈妈却毫不犹豫地否定了 在女孩走开后 爱丽丝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窘迫的神情 在向客人打招呼时 笑容也变得无比勉强 因为她意识到了 虽然她已经经济独立 但她依旧习惯性地 摆在被观赏的位置 她离不开这个架子 也离不开别人的目光 从前爱丽丝是被丈夫圈养 如今离开了那个豪宅 也依旧被其他所有人的目光囚禁 女人有节奏地用手指倾扣脸颊 眼睛直直盯着法庭上的死刑犯 这是在用摩斯密码传递消息 她正在询问男人越狱计划 而对方也用眨眼睛的方式回复 于是女人一边死死盯着她的眼睛 一边在笔记本上写下信息 法庭上的其他人毫无所觉 法官也下达了判决 德伯利克被判处死刑 而且是当众砍头 因为她是个有名的江阳大道 砖干劫富济贫的买卖 行刑时间就在三天之后 但这已经足够了 在一场庭审的时间里 这一男一女已经商议出了越狱计划 当天晚上 一娃来到德伯利克告诉她的地址 那里只有一堵平平无奇的墙 接着她找到指定的一块砖 伸出手按上去 砖块竟然被按动了 然后旁边的墙面缓缓升起 里面停着一辆早已准备好的车 一娃坐上车 继续按德伯利克的指示行动 她沿着一条路一直开 直到看见37公里的路标 她停下车 紧接着 旁边的山体居然缓缓升起 原来这也只是伪装的暗门 里面则是德伯利克的秘密基地 各种黑科技道具应有尽有 一娃输入德伯利克传递给她的密码 一层柜子从墙壁里弹了出来 里面装着满满当当的钞票 还有一瓶瓶五颜六色的药水 一娃根据德伯利克的指示 拿出一瓶黄色的和一瓶绿色的 这就是计划的关键道具 万事俱备纸欠东风 她还需要去找一个核心人物 就是当下的司法部长 她多年来一直贪污腐败草菅人民 德伯利克已经盯上她很久了 这个部长生平两大爱好 一个是钱一个是色 她早就基于美丽动人的一娃 也就给了一娃施展美元计的机会 第二天她主动找上门 部长以为美人来投怀送报 马上就关上门 准备展示锻炼成果 一娃却说你急什么 让她先给自己表个决心 部长正着急呢 什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情深与萌萌的情话都来了 一娃一听那感情好啊 然后伸手拿来桌上的报纸 上面正印着德伯利克被判死刑的新闻 她表示自己久仰德伯利克的大名 一直对这个传奇人物很好奇 想去见见真人 哥哥你不会拒绝我的对吧 部长仅有的理智阻止了她 可就麻烦大了 一娃知道还得在家把火 她凑近部长 用鼻尖轻轻蹭过她的老脸 部长那叫一个心神荡漾 仅有的理智也飞走了 部长答应让她去见德伯利克 但保险起见 她要一同前往 一娃背对着她邪魅一笑 就怕你不去呢 当晚两人就来到 关押德伯利克的监狱 部长说自己要提审犯人 没有人胆敢对司法部长有二话 两人顺利进入审讯室 27分钟后他们从里面出来 部长很是不高兴 说德伯利克看上去呆呆傻傻 一句话也不说 监狱长也附和说 自从她进了监狱 就一直这副样子 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第二天就是德伯利克行刑的日子 她麻木地任由狱警剪掉衣领 然后被压上了断头台 全程动作僵硬面无表情 要不是还能动 简直像个塑料模特 台下围观处刑的警长察觉不对 突然间她想起 在德伯利克家放着许多人皮面具 知道大事不妙 立刻冲上前想要阻止行刑 警长揭开人头上的人皮面具 死的果然不是真正的囚犯 而是贪污受贿的司法部长 就在即将行刑之时 警长才注意到囚犯的面色太过淡定 他意识到可能要杀错人 大喊着刀下留人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部长就这样成了刀下亡魂 原来就在昨晚 部长被美元机诱惑 带着伊娃去见即将处死的德伯利克 结果一进牢房 就被伊娃一针扎进了脖子 这是从哈利波特剧组借来的土针剂 还附带麻痹功能 部长只能直挺挺躺在地上 然后把贪污来的钱藏在哪个银行 金库的钥匙放在办公室 办公室保险柜的密码是12315都说了 拿到需要的信息后 伊娃又拿出一管药水给他注射 这会让他的陷入呆滞的状态 整个人好似灵魂出窍 最后 德伯利克和部长交换衣物 再给戴上对方的人皮面具 就这样 德伯利克成功粤语 御长还搁那十里相送呢 如今不该跑的人已经跑了 不该杀的人也都杀了 事已至此 警长便打算将计就计 假装没有发现德伯利克的计划 然后等着他自投罗网 他给部长秘书打去电话 把真相告诉了他 让他配合警方抓捕德伯利克 但秘书却说 部长刚刚已经来了 而且就在办公室里 警长便立刻让他想办法把人拖住 警察马上就来 此时的德伯利克 已经从保险柜里拿了钥匙 就在即将开门走出去的时候 听见了秘书和警长打电话 便知道自己已经暴露 于是马上翻窗逃走 还在大堂和赶来的警察擦肩而过 就是说你们来抓人 连人家戴的面具长啥样都不知道 真的没问题吗 德伯利克顺利与伊娃会合 既然身份已经被发现 有钥匙也不能去银行取钱了 但没关系 你有张良记我有过强踢 他让伊娃假扮成富婆 把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 存在银行金库里 然后装出不放心银行安全性的样子 为了留住这个大客户 薛心眼的经理打起了广告 介绍自家铜墙铁币般的安保系统 能说的不能说的都说得清清楚楚 这里有三层防护 外墙铁丝龙和钢制保险柜 铁丝龙一旦被触碰 就会自动报警 五分钟之内 客枪实弹的警察就会赶到 想要打开柜门的话 一把钥匙是不够的 经理和客户各有一把钥匙 要两把钥匙同时插入转洞 柜门才会打开 这就是德伯利克的目的 让伊娃来打太银行金库的构造 然后对症下药 设计抢银行的计划 老实人经理被耍得团团转 欣喜地帮着富婆把名画放进去 但里面根本没有什么话 而是一套激光切割装置 伊娃已经完成了他的所有任务 有了信息加道具 接下来就看德伯利克的操作了 这个看似普通的箱子 其实是抢银行的道具 它被当成藏品放进最高等级的保险库 但等到5点20分 银行员工几乎都离开了 只留下两个呆瓜保安在监控室 箱子里的激光装置便准时启动 两道激光悄无声息地切割着保险柜 然后精准地在17分21秒关闭 这是德伯利克经历计算后得出的时长 既能够把钢板完全切割 又不会碰到钢板外围的铁丝网 因为一旦触碰就会触发警报 接着德伯利克换上夜行警声音 进入银行附近的下水道 沿着管道一路来到银行地下 再用定制的切割工具 在墙上掏了个洞 一整块圆柱体的水泥被取出 就这样 银行的保护措施只剩下了一层铁丝笼 只要碰到一下 警察就会在五分钟内赶到 但德伯利克一高人胆大 他拿出一根又长又细的钢管 从铁网的小洞里伸进去 通过钢管输送腐蚀液体 逼到另一头防水门的锁头上 全程没有让钢管碰到铁网 接着他打开排水管道的阀门 水立刻漫进了保险库 触碰到了铁网 警报也随之响起 德伯利克则换上提前准备的潜水服 安保人员听见警报后查看监控 发现保险库里全是水 以为是水管爆了 于是就把警报给关了 他们怎么就不想想 铁丝网夹在钢板和水泥之间 正常情况下怎么会因为漏水响呢 但是导演说不要管那么多 安保人员打电话给火警 然后又通知了经理 德伯利克事先做了准备 远程操控布置好的机器 砍断了经理必经之路上的一棵树 他只能掉头然后绕路 这是为了拖延他到达的时间 因为只有他有保险库钥匙 他不来的话 警察也只能干等着 很快水就把电闸淹了 银行电路短路 连监控也看不到 德伯利克便开始行动 潜入水中直接破开铁丝网 找到部长的保险柜 拿走了里面所有的财宝 但他不知道的是 银行已经被警察团团为主 原来警长调查得知 部长的赃款就藏在里面 德伯利克冒充了部长 此时银行还出了意外 不用想也知道是德伯利克干的好事 叫两个手下守住了下水道 眼看德伯利克要被抓 在外面接应的伊娃出手了 他两发麻醉枪就把警察放倒 德伯利克才得以安全出来 就在他准备逃之夭夭的时候 警长也赶到了 然后一枪打中了他的肩膀 这下怎么办 千军一发之际 德伯利克似乎注意到了什么 他慢慢后退 警长也步步紧逼 接着伊娃从水面冒出来 一棍子狠狠击中警长的小腿 这一下直接痛得他倒地不起 连手枪也脱了手 如今警长成了板上鱼肉 他有原则 劫富济贫而且不杀好人 这让警长改变了主意 他不再想把两人抓纳归案 而是默默看着两人坐上快艇 消失在夜色中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关注 我是七笑 下期视频再见